大家好,我是George,多斯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介绍了设计模式中的创建型模式跟结构型模式 今天我们将进入行为型模式的介绍 首先介绍观察者模式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PPT 观察者模式,observer pattern 有时也被称为发布订阅模式,模型,试图模式 语言收听者模式,或者重塑者模式 都是指的观察者模式 它是人间设计模式中的非常常见的一种 它的定义就是说 对象之间的一种,一对多的一种依赖关系 当一个对象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所有依赖于它的对象 得到通知并自动更新 这是它的定义 这种模式通常用来实现事件处理系统 好,我们看一下观察者模式的UML 首先它有四个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抽象主题角色 就是这个subject 它是相当于说 把所有观察者的对象引用 保存在一个集合里面 每个抽象主题对象可以有任意数量的观察者 抽象主题提供一个接口 可以增加和删除观察者的角色 一般用抽象类或者接口来实现 第二个是抽象观察者的角色 就是这个observer 它为所有具体的观察者定义了一个结果 在主题通知时更新自己 然后是具体的主题角色 就是这个concrete subject 它是具体主题内部发生变化的时候 给所有登记过的观察者发出通知 具体主题对象角色通常用一个子类来实现 相当于它是它的子类 然后是具体观察者角色 就是concrete observer 该角色实现抽象观察者角色所要更新的接口 以便使本身的状态与主题相关的状态相协调 通常也是用一个子类来实现 如果需要具体观察者角色可以保存一个 只想具体主题角色的应用 这是观察者模式的UMLL的定义 然后就是观察者模式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观察者模式它作为一个设计模式 它解决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就是用通知来代替轮循 什么叫通知代替轮循呢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实际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有个气象站 对吧 我们实时的想知道这个温度有没有变化 那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说 你一直打电话去问这个气象站 说你这个温度变了吗 然后好他跟你说我们变了 然后你就知道变了 他跟你说没变 好过一会儿你又打电话又说 又说温度变了吗 他说还是没变 他的问题就相当于说是 有可能你打很多次电话 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因为他没有变 所以说观察者模式相当于说就把他倒转过来 就相当于说是 我留一个电话给气象站 然后气象站 你就告诉他 你如果温度变了 你就打电话给我 而不是我一直来问你 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次不用的交互 提高了效率 这就是观察者模式的一个目的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 结偶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实现 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对象之间的互动 不能体现成类的直接调用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个subject的一个observer 这两个抽象类 实际上他们是通过这个抽象类之间关系来偶合 而不是说具体的 这两个concretesubject和concreteobserver直接沟通 其实他们是间接的 他们都是 他们之间的沟通 其实是依赖于抽象的subject跟observer去做一个沟通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达到了一个解偶的目的 好的 我们介绍这么多我们还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随便打开一个lips 先先新建一个工程 observer 好的 那我们observer的话 我们就首先要有我们之前讲的一个subject 对吧 我们先创建一个client 把man方法创建出来 做一个打印 是简单做一个运行 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那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建立我们的subject我们定义一个in-home-place 就叫subject 或者我们就叫where the subject 我们还是以气象站和实力跟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好 首先呢 他就有第一个接口 就是说我们的关卡者 对吧 他要把他自己放进去 那么所以他有一个注册 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方法 叫regestobserver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定义一个observer的结果 我们先再加一个observer结果 他呢就是会收到一个update 相当于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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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对吧 好的 这个地方呢就要传一个observer过来 同时有了注册我们肯定就有两个注册对吧 那我们就有一个reboot regestureobserver 最后我们相当于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通知对吧 就是notifyobserver 简单一说我们有这三个 我们需要一个气象今天的主题 气象站对吧 就是where the station 对吧 他来实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题 叫beather subject 我们把我们的刚刚讲的三个方法都给实现出来 对吧 好的 那我们首先必须要有一个链表 来保存我们这个observer对吧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list observer 以前又有一个arraylist 以前又有一个arraylist 就是往我们的list里面去添加他对吧 这样也没问题 同样的我们反注册呢就肯定是要remove他了 然后呢最后有一个我们是通知对吧 通知我们要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是要告诉他让他去更新嘛 对吧 所以我们for一下这个observer observer 然后我们来说什么呢 就是调用他的update 对吧 让他去更新 好的 那我们气象这样呢 肯定就本质上还要提供几个方法 就是说要告诉他当前的比如说空气的什么温度啊 湿度啊 还有什么什么等等的 对吧 相关信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for去温度 对吧 我们返回一个int值 叫get tend tend for去温度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比如说 我们肯定就要有一个变量来保存这个温度 这个缺 说摸的是零 好的 这人叫return 没有问题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温度对吧 好的 我们再还有一个就是湿度对吧 就是说我们再定义一个湿度 我们叫 dampness 就是零 同样的 同样的 dampness 好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 嗯 嗯 再提供两个方法 只是说也是用的 去分别去sate这两个 然后来测试一下到时候变化的作用 这个是给client来测试用的 好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 首先我们就定义有两个人 我们假设有两个人 需要去知道温度或湿度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叫老王 然后再定义一个比如说叫小李 然后呢老王跟小李呢他都要去需要听这个东西对吧 所以他要实现我们的observer的结果 这个时候做一些处理 首先 因为老王他比如说他收听到有变化的时候他做一个处理 那么他自己本身需要做一个或者这个 Vader subject 或者或者或者这个Vaderstation 说还需要这个Vaderstation 然后我们在构造函数的时候出实话 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需要的 好我们给他出实话 然后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老王收听到这个天气的变化 比如说温度 收听到收听到变化之后他就去获取一下温度 对吧 然后如果说温度小于比如说小于零度 那么这个时候 老王就要多穿衣服 对吧 虽然的话呢他其实什么都不用做 老王 老王 穿上的 余容 说 对吧 老王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小李 同样的小李他也需要做之前这个动作对吧 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呢 同时他也需要说 得到这个机场在发生变化之后对吧 他要干嘛 那么他也要实现这个observer 好的 好的那么他也要去实行update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判断对吧 他发现新生态告诉他 天气变化了 然后他就去问车站 具体的变化 比如说他获取一下湿度对吧 比如说湿度 大于50 那么他就要打开空调去抽湿对吧 小李打开空调开始除湿 好的 这样就是我们的小李跟老王 好的 这样子我们用一个event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气象站对吧 veza station nure一个veza station 对吧 然后我们有小王和小李和老王 对吧 老王 我们就nure一个老王 把气象站传给他 就相当于说把气象站的电话 告诉给老王 对吧 小李 也是 需要一个气象站的电话了 对吧 那么也传给他 这个时候呢 首先就是说老李和小王都需要指导天气的变化 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就去注射 我们把老王跟小李都注册到这个气象站里 就相当于说老王和小李都把电话留给气象站了 就是说有事你们就找我 对吧 好的 这就注册好了 好的 这个时候呢 当然我们还忘了处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个veza station 在这个东西温度跟湿度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还要通知他们 对吧 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的通知他们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 哎 我这个变了 我要通知你们通知更加者 不要表示我这个东西发生了变化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漏了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它加上 好的 我们还是再回到client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注册了 老王和小李告诉了这个气象站的变化 要通知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去让气象站发生一下变化 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 首先第一次我们先让它的温度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们把温度提高到20度 其实我们知道20度啊 其实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验证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其实并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老王他处理的逻辑是小于0度的时候 他才穿羽绒服对吧 那小李关心的只是说我这个湿度变大了 对吧 我才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温度再设一下 把温度现在变成了10度 我们再看一下它会怎么样呢 你看老王穿上羽绒服对吧 就是说这个天气变化对老王产生了影响 但老王也没有一直的去不停的去问这个 Ware Station到底怎样 是我们这个Ware Station 在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主动通知了老王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小李这个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10度 比如说我们把它设成100 因为小李是大于50就开空调嘛 对吧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开空调呢 对吧 没问题吧 老王穿上羽绒服小李打开空调出尸 对吧 这个逻辑都没有了任何问题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观察者模式的 一个基本的例子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 再见 我喜欢你的观察人 看下来 你真正然应该帮你